Hello大家好 我是Jason 今天咱们来测试 SuperHardly蛇灵铁木杆专用杆身 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他们的一号木 它的设计重点是一个比较适合提前释放的灰杆类型 他们现在也推出了相应的球道木和铁木杆杆身 咱们这期先来看一下铁木杆的参数 然后试打一下 铁木杆这个是UTS硬度的 裁完之后的裸重是65克 光一个ping的19度 它的CPM是285 相当高 算是比较硬的铁木杆感觉 ping的铁木杆原装的硬度是268 KBS的PGI它的65这个是270 Tensei 局标的6S大概是278左右的硬度 所以285硬度还是相当的高 实测前端的硬度8.8 握把端的硬度是15.1 所以相对来说是中偏高一点点折点的感觉 实测的扭矩3.3比较平均 所以从参数上看 如果你的一号木杆头速度大概是100到103左右 这个硬度挺合适的 那么来实际试打一下看看 装一个ping的杆头19度的 咱们来供一个210码的旗杆 低杆相当不错 落点在果领前沿 滚到果领后沿 落点202 总距离219 13.1起飞较3300的倒旋 飞行高度26.7 就是78英尺 微微低一点点 但是弹道看起来很不错 手感非常好 我空灰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点硬 但是打球的时候 我觉得会盖过来左一点 但是基本上没有 这个左的程度非常小 打薄了一点 看这距离能不能够 刚好滚到平期杆 212的总距离 落点190 9.1起飞较4200 倒旋 又薄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跟上一球差不多 滚到219 6.192 倒旋4000 非常理想 它这个干身的介绍说 不那么容易打身 我现在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容易打薄 但是打薄的球确实影响都很小 这杆很扎实 但是干面稍微开了一点 距离差不多200的落点 滚到213 稍微偏右一点 干面开了0.7度 我们打一点小左取看看 稍微有点点大 柯领的左沿 总距离214 6.199 拼的19度 对我来说起的还是稍微有点点低 当然不是拼的问题 就我的速度来说 19度都不会起的太高 基本上这高度对我来说 就已经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要打快一点的柯领 可能我还是需要手刀幕 五号幕这种的 才能起的足够高 才能停的足够好 薄了一点点 但是应该也能到柯领 柯领前沿203 这个S还是挺硬的 我觉得你还是得有差不多这样 大概85到93的干头速度 还能用这个S 但手感真的很不错 非常舒适 最后来一杆 看能不能停在旗杆边 微微大一点点的小右取 往上跳 可以了 可以了 别走了 别走了 217码 最后落在这个位置 对我来说很满意 试打完毕 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 就是它虽然测出来硬度很高 但是试打的手感完全没有这么硬 挺柔和的 我估计这个就是他们的硬度曲线的设计的原因 相对来说我把这边稍微软一点 干头这边稍微硬一点 给我一个很靠谱的 很稳定的铁木杆的干身感觉 通常在我试打这么硬的铁木杆干身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比较容易扣左边 但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 我把断比较软的感觉结合上 它相对来说稍微大一点的扭矩 给我感觉它就没那么容易靠左 弹道整体是稍微有点点偏低 我觉得对我来说 如果是一个20到24度之间的铁木杆 这个高度都应该会挺合适的 普通干身如果我装到22 24度左右的铁木杆 它就会非常高 距离不够远 装这个19度对我来说微微有一点点低 我可能需要速度再快一点点 用它装到19度才会比较合适 但如果你是一个弹道非常高 相对来说又去比较大的人 可能这个硬度也能帮你降下来一些弹道 但手感和反馈跟一号目一样 我觉得非常理想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Sewhari 铁木杆